HELLO 大家好 我是韋哥 今天给大家回来的游戏价格战的游戏视频 这是我自己的号 我准备选一下该用哪一个 冰冲野银还是褚田 日向褚田 日向褚田 好像日向褚田也没打过 刚好最近也才刚把这个日向褚田升到二星 这人家是训练场 碰到这个炸弹会爆炸 好讨厌 第三波 一波一波 这个炸弹包越来越近 来来来 大招 褚田的大招是可以移动的 换完大招的时候 方向可以空来空去 这是褚田的一个特殊吧 其他人的技能都不会变 哎 我这样被炸死了 太坑了 这我第一次打 要要互活一下 才好有那个奖励 要不后面的打就没奖励了 不过像这一波 这种这种极限挑战 适合那个 有语之打人 他只要站在中间换虫子就可以了 像我们这几个虫子 这些人 鸡田是要东跑西跑 不知道互活能不能过啊 还有两波 现在我只能打一下往回厕 打回往厕厕厕 不能太靠前 不能冲到太快前 开一技能散开你们 过去 再推波过去 不能太靠过去 过去又有点麻烦 打一下车 打一下车 因为碰到那炸弹去血特别多 第六波大刀是专门留给你们的 我们减分 再开个大招 解决了吧 还有一个 落单 一个二技能把他推死 这次是用了护虎 这个有点亏 没办法 为了那个奖励嘛 所以说必须用一下护虎 我们再换一个 这次不满意 挑战的不满意 有女之奶 感觉这一关很适合有女之奶来打 这个极限挑战 这应该是训练场 我们只要站在中间 换虫子 他们自己会围进来 围进来 然后闪到虫子 就管他那个炸药包 我都可以不去碰他 都可以 还有一波 还有一个 做单 这个主要就是时间的问题 后面的后面的后面的人 又碰我的虫子 碰不过来 三波 我就站在中间 我不去炸药包那里碰 就去不了多少血 被这些怪打 倒是不会去多少血 关键就是被那个炸药包给炸了 炸药包越来越近 完全就看到虫子 虫子站中间是最好的 其他人者都要跑来跑去 所以就很容易碰到炸药包 他自己被我的虫子重死了 他自己被我的虫子重死了 太老实了 还有一波 还接着第五波 你再过来 你再过来 我刚才也没一技能 跑过来表了一个大招 准备开蛤马 分是几个 是几个 看来找到第一次 就是这个游女子来 但是第一次不知道 他的挑战形式是什么 他有的期限挑战 不同的类型 有屋顶的 还有打大蛇王 有打那个牛 好吧 今天就演示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欣赏